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米特系列講座 我是今天的講師黃沛涵 畢業於法國巴黎系列音樂院 今天要為大家講解點蛇的技巧 包括了正確的點蛇姿勢 練習方法 還有點蛇的應用 點蛇這個技巧呢 除了單純的將音符分開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 可以將樂句表達得更清楚 讓樂句有更多的情感 時常會有學生問一個問題 老師我明明已經學習了一兩年的時間 可以將節奏和音符都很正確的吹奏出來 可是為什麼總是聽起來有一種呆呆的感覺呢 一個很關鍵的技巧就在於點蛇的應用 就像一個好的演講者一樣 有了好的異陽頓挫 你的故事才會更生動 有了好的點蛇 你的曲子才會更有趣 那就讓我們先從正確的點蛇方法與姿勢開始吧 想要能夠正確的點蛇就必須掌握一下三個重點 第一要有好的嘴型 第二要有正確的點蛇的位置 第三要能控制你的點蛇輕重 因為點蛇的姿勢呢 會受到嘴型的影響 所以有好的嘴型是非常重要的 請各位要特別注意下唇的位置 首先呢 先試著發出A的樣子 下巴會保持平的狀態 如果你的下唇包進去太多 下嘴唇都含在你的口腔裡面 就會擠壓到舌頭的位置 不但會讓聲音不好 也會讓舌頭沒有辦法正常的運動 有了正確的嘴型之後 就讓我們開始來點蛇吧 下唇的發聲原理呢 是因為氣通過了吹嘴 讓竹片發生震動 而產生了聲音 那點蛇的這個過程呢 就是使用舌頭 碰觸到竹片 讓這個震動稍微停止 再離開發出聲音的過程 要注意 在這個過程中呢 你的氣不會重新送氣 所以當你的舌頭 碰到竹片的這個時候 會有一點像是憋氣的感覺 現在就讓我們來做一個練習吧 首先先吹奏你的中音兜 三拍之後呢 第四拍將你的舌頭 碰到竹片 下一拍再放開 讓聲音繼續發出來 注意在這個過程中 一定要持續的送氣 接著讓我們加快速度來一遍 接著讓我們加快速度來一遍 接下來看到第二行 我們改成 吹奏一拍之後 舌頭碰一拍 吹一拍之後 舌頭碰出一拍 接著再加快速度來一遍 隨著速度的加快之後 就可以變成 因為每個人的舌頭還有口腔的構造不同 所以點舌主要分為以下兩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呢 是你的舌尖會稍微的拱起 接觸竹片尖端的下方 所以會有一點像這樣子的角度 這個方式的點舌就像是念 突突突突的樣子 第二種方式是舌尖上方的部分 觸碰竹片下方前端的部分 這個方式點舌就好像念 兩種方式雖然稍微有不同 但是都是使用你舌頭的尖端 碰觸竹片的尖端 要注意這個動作必須非常自然 如果太大或太重 都會有不好的效果 特別要注意 點舌的時候呢 不能直接對著吹嘴的洞口點 會有爆音的現象 這個動作只需要鬥到舌尖 舌根也不可以跟著動作 至於要使用哪一種方式 就要請同學試試看 哪一種方式點起來最順暢自然 就是最適合您的方式喔 有了正確的點舌姿勢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注意點舌的輕重 一般來說初學者很容易將這個動作 做得過大或是過重 請拿起博管做點舌練習 在一邊吹咒的時候 一邊將你的手抵住嘴巴下方的這個位置 去感受你點舌的時候的運動 正確的點舌因為動作非常輕非常小 所以你只會感受到一點點的動作 那如果你的動作太大造成你的手 會有上下運動的情況 那我們就要去避免這個情況 一般點舌動作過大的人 他在點舌的時候會好像在說 噔噔噔一樣 試著念念看 你會發現舌羹會有非常大的動作 這樣就會造成有不好的聲音 學會了正確的點舌後 你會需要一段時間的練習 肌肉才會穩定 才能夠每次都點出好聽的聲音 建議在每次練習的時候 花10到15分鐘做以下的練習 先吹奏長音然後開始點舌 從一拍點一下到一拍點兩下 速度呢你可以先從60開始 慢慢的加快 最後我們的目標是100 那在這個過程中 除了要開啟節拍器之外 也要開啟你的調音器 觀察你的調音器 不能因為點舌 而讓音準有任何的改變 可以 由於不同音高的點舌方法也會稍微有不同 因此最好可以將每個音都做這個練習 那平常的練習時間是有限的 例如你今天選擇練習的音間是G大調 那麼你就可以將 ソ、ラ、シ、ド、レ、ミ、ファ、ソ 都做這個練習 以上是關於點舌的正確知識與相關練習 在下一支影片中 我們會教大家如何把點舌在曲子中做應用